1個2個 這個嗎 查然後 CD書籍再個糖 Enter一下 然後跑到前面 那最後的話呢 才是else 反之 反之裡面如果沒有東西的話怎麼樣呢 那就是 裡面幫我清空 可能就是怎麼樣 裡面沒有東西 他可能選了 又把清除掉的話 那價錢當然要跟得清楚 所以呢這個裡面的話就不要價錢 然後 最後記得要endif 這個是一個結構 我想同學比較會有問題應該這個結構啦 常常少打一個什麼dem 少打一個 基本上也沒有那麼 複雜 那這個規則你只要熟悉就好 如果剛開始不熟悉沒關係 你們可以把這個畫面 反正以後就看畫面 如果你不知道畫面拿出來看一下 就知道 照著怎麼一樣畫葫蘆 反正也畫得出來 那你就可以 主要是你要懂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就可以 那這邊是因為change 然後就改 所以 分別的 把這個查 然後複製上去 如果裡面的東西 那特別注意 不能 前後不能多空白 如果多空白有可能會有錯 多空白 他也視為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價錢的話 這個價錢是這幾個 有的時候我會偷懶會把它貼到下面 然後再把它移過去 這個是查 然後這個是 書 書的價錢 書的價錢是100 在299 50 那反之的話其他都是 其他就是 沒有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我一個完成的一個 結構 在哪個事件呢 在 combo pass 被改變的時候 執行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當我按一下什麼 玩具的時候 有沒有 399 當我執行 CD的時候 100 當我把它清除掉的時候 沒有東西 有沒有 所以呢基本上上面 跟下面是連動的 那不過呢 如果說你避免這個價錢 會被亂更改的話 最好還是改成 Label 因為你價錢進來之後 不能改了 萬一會有人 給你隨便更改 下面反正可以改 可以 亂 書變得本來是399 它變成 變成399 那你計算結果就錯誤了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說 不能更改的 你就用Label 可以更改的 就用 TEST 就用那個文字方塊 OK 把它改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可以下拉 那我們就完成 那再來按下確定之後 可以小記 可以新增一筆 可以增加編號 慢慢逐步完成 OK 好吧 畫面的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這個畫面再把它拍照放上去好了 OK 我們也現在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再見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